那么最后当然讲到蔡英文时代 那蔡英文时代 我们说她呢 是比陈水扁时代 更多的这个政治考虑 所以她用陈水扁时代 因为能够考虑的空间比较不大 人才有限 那么蔡英文时代 可能是民进党的之所谓政务官呢 这个已经养成教育 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她这个政务官呢 取材的来源非常多 但是呢普遍来讲 普遍来讲 还是这个格局啊 气魄啊 或者专业素质啊 也不如这个马英九时代 是您对于这个马英九 跟蔡英文时代的这个评价 我听您讲这个蒋经国 跟李登辉时代的评价 我相信大部分了解台湾的 是会认同的 但讲到这个 这个马英九 还有蔡英文啊 可能观众稍微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过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陈先生 您讲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全面 而且相对来讲 也比较客观啊 也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 共同的共识啊 我相信所以刚刚讲到了这个专业化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啊 其实啊 为什么啊 我们没有在新闻媒体或现在现阶段的这个台湾的媒体浮现出来像您这样的这个省思呢 因为一个真正强调不仅是有效率 而且优质的民主的产出啊 它确实需要这么公中体国 而且相对而言 其实现在政务官拿到的薪水已经不算不算少了 那他们也需要啊 当然跟民营企业民间企业比是不能比了 但是他们有那种啊 可以也也也我们也类似啊 像在当了格员以后可以转到民营企业嘛 以前过去这样的啊情况也很多啊 那为什么现在台湾的这个媒体很少的就像是刚刚这个陈先生您讲到的就越来越少着重在这方面 而这个可能是新闻从业员的这个知识背景新一代的人的知识背景跟教育都有关系 所以慢慢的不断是极化 而且呢这个监督政府本身的能力跟能量也不足 刚那个陈先生我我还想想到您提到自立晚报 独立独自的独自的去挖粪 去把一些很多在威权时代里面没有让大众知道的知道 反而现在这个按理说很自由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主流媒体的不论是在电子媒体 不论是在这个传统的媒体都呈现出来越来越单一化的这个面向 而且思想不再是像以前这样 思想当初是很压抑很压抑很高压的之下 还会一直不断的蹦出火花 现在好像那个感觉其实就是差一点 不晓得陈先生是怎么看的 现在这个台湾的媒体啊 这个相对于过去 它更加的工具化 所以工具化呢 就是说一方面它成为政党宣传的工具 另一方面可能成为这个媒体老板赚钱的工具 那么或者呢成为新闻工作者 他本身扬名立万 或者获取他的这个各种报酬的一个工具啊 那么工具化的发展呢 就是伴随着一个状况 就是党派性越来越强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国民党威权时代啊 所有的媒体都有党派性啊 都有工具性啊 国民党这个党派啊 超酷 然后作为一个宣传工具 但是民主化之后 媒体的党派性的工具性都下降 它专业性上升嘛 可是最近几年 这个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 它的专业性下降 它的党派性 它的工具性上升啊 那么这个就是民主的一个负面因素的一个 更加的恶制化 更加的普及化 那么这个是对于民主的发展是不利的 而台湾的新闻工作的 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媒体工作者 他们可能还有超越党派理想 可能还有专业实践理想 而不愿意过度的党派化 而不愿意过度的工具化 可是他的媒体的老板 或者他的主管啊 是不是容许他啊 这个超脱工具化和党派化的一个束缚 这个就是大有问题的嘛 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媒体的问题啊 主要是老板 然后控制的主管 主管控制专业工作者 然后呢 层层的这个压迫 层层压迫之后 就造成这个媒体的沉稳了 今天台湾的这个 这个各方面的发展 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境界 或者相对过去有进步 最重要的是各行各业 他的专业都能够比较充分的实践 而不像过去那么样的被扭曲 被压制 所以你看这个台湾的这个 所谓司法审判 这个有进步 那么台湾的这个 这个 各行各业 这个专业的伦理 专业伦理 都比较 得到比较好的实践 那么这个就是 一个专业精神的追求 但今天扭曲 压迫专业精神的 这个力量是 也是很强大 也是很强大 这个也是造成一个 各行各业 不能够健全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根本上就是一个 政党操控政治资源 这个目的太强烈 太这个手段呢 这个不太这个过渡 所以造成今天 各行各业的专业伦理 都不能够充分时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个是 台湾曾经有过 比较好的这个局面 那么现在慢慢的就开始 这个堕落沉沦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陈先生我想在 因为您太宝贵了 因为您早年的时候 一开始去联合报 我相信您也耳独目然 当时的这个联合报的创办人 王提吴先生 还有您到了资历早报以后 去资历晚报 然后也跟吴峰山先生 合作非常的紧密跟愉快 另外您到了中国时报 也接触到了当时的 可以说是这个报老板 这个于继中先生 您对他们都有一个 比较亲身的 很密切的这个接触 您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 让我们给观众介绍一下 在所谓的这个威权统治之下 这些报老板显示出来的 当时的一些难得的一些 气质跟气度 这个早期台湾的媒体 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 当然是受了威权控制 但是很多的媒体的负责人 从这个民营的媒体到 公营的媒体 他们对于专业的追求 都有非常执着的一个精神在里头 所以你早期譬如说 我负责过了中央社 在早期当然是国民党现场清官 但是他专业素质很高 很多的这个主管 这个什么社长总编 都留下一个专业的风范 很多专业工作者 他本身的专业素质 是在他的行业里头 他算是顶尖的 当时这个联合报一乎如此 联合报虽然是比较国民党 这个立场的要鲜明的媒体 但是非常深蓝 非常深蓝 他的总的新闻采访报道写作 甚至是经营 他都有非常 这个理想的专业实践的状况 只是他这个立场比较保守一点了 所以当时联合报的负责人王蒂武 他虽然军人出身 但是他运用的干部 都是专业素质很强的人 从这个总编辑 在主管到 总主委到记者 或者是这个媒体的经营 事业体的经营 他本身的这个 这个专业能力很强 那么中国时报 于记忠老板 他本身是政战官出身的 政战官 但是他也流过血 喝过养墨水 那么他对政治上 他有一些他的理想 他的媒体是要促进这个理想的实践 譬如说他相当的开明 他相当的对自由民主的向往 所以他的媒体就变成是 这个台湾促进民主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推动的一个力量 所以于记忠他本身 就是一个这个 促进民主发展 非常重要的推手 所以这个他的媒体 不只是一个 这个服务独者 他本身也是服务于 这个民主的成长 和国家利益 他有一个大格局 政治思考 让他带动媒体的一个 应该怎么做 他有一套思维 而且是充分的运用 各种专业人才实践出来 所以他也是一个报道的典范 那么自立晚报 他从吴三连到吴丰山 他们是相当有本土的一种 追求自由民主的实践 反抗威权体制 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他们办的媒体 在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压迫之下 力求比较真实的报道真相 比较有一种客观的评论 或者是公正的评论 或者为人民发出声音 这样的一个作法 所以他们办的媒体是独立性的强 然后对于台湾自由民主的发展 那对于整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一个成长 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这样的一些 众多的媒体的负责人 或者是新闻工作者 他们在那个时代 又引领时代向前推进 这样的一个精神动力 还有最重要的是 他有一个具体的实践 让台湾迈向美好 这就像各行各 都有这样的负责人 比如台湾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很多都是一个 不是有个什么 个人的一个利益的追求 而是一个理想的追求 而是一个专业的实践 那本性带动台湾的这个 社会政治 是一个朝着理想 美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贡献 所以这个今天台湾民主的发展 并不是蒋经国松的手 或李登威接续就促成了 是各方面的力量 群聚的力量 所以群聚 就是行行业业 都有这个追求美好社会 追求政治理想 追求民主发展 这样的一个 精神追求和具体的实践 然后这些力量汇集起来 我就是产生一个群体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追求 真 善 美 这样的一个效能出现 所以这个台湾曾经有过的美好 当然现在美好还保留了一些 但是有些地方已经不是都美好 我们希望行行业业都能够 按照你的专业的价值去这个实践 我还想要再继续问您 就是因为这个大家可能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一段的转型期 也可以为我们在今天的访谈 可以为历史做一个见证 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媒体 也是跟着社会脉动 社会进步不断的在这个曲折的前进 那我们也知道社会运动 也造成了对媒体的冲击 因为社会运动背后的是政治的力量 那从原先您服务过的这个联合报 他这个民进党提出退报救台湾 那对联合报当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当时在李登辉这个任期之内 其实也是默许了民进党这样做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社会运动 是针对中史报系的 就是这个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就是这个要爱台这个抗中爱台 然后也是要这个给中时施加压力 包括中天的这个被关门 但是呢外面的世界 可能也不了解这样的这个经历 反而觉得台湾的这个解研以后 自由度是不断的增加了 其实在新闻媒体上面 我们从事新闻的人来看 可能是非常非常错终复杂的这个因素 而不是真的自由度增加 那您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这个每一个政党 或者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都想这个利用媒体 让媒体为他的政治利益服务 而对于他的政治利益有妨碍的媒体 他就想办法去这个打击 所以你刚刚举到的两个例子 一个联合报所谓推爆运动 一个是这个反中时 这个反垄断这个运动 这基本上是对媒体的一个斗争 同时也是政治上的一种清算和压迫 当年联合报的立场 固然他是比较倾向于执政党 但是他并没有倾向于中共 他这个李登卫批判他的媒体说 把这个中共官员 所引导讲的话都投体报道 那等于是这个恐吓台湾人民 那么这个来讲 国祥兄 这个您的声音我现在听不到了 您的声音我听不到了 做一个告知 那么这个 对你有敌对意识的一个中共政权 他想要企图要来并吞你 出此类的 那么你报道他的说法 并不是来恐吓或者帮敌人 助长他的这个 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洗脑 而是让民众真实认识到 客观的情绪 外在环境的变化 所以这个你用这个去斗争 这个是完全是政治斗机 那么另外一项中时报戏 中时报戏当然他的政治立场 他是比较倾向于统一 比较倾向于这个两岸的一种和解 甚至他对于大陆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肯定 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倾向 那么他有他的一个价值 也就是社会多元化的情况之下 每一个方面都要有成一个代表性的媒体去呈现 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今天你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如何看待中共的政权 那么台湾多数的媒体是同一个立场 但是如果有不同的立场 让你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去看待 也得让我们更加的这个清晰的认识到完整的 这个中国大陆或者两岸关系的发展 我想这是多元化的社会 它的一个尊重每一个观点和立场 而不能够强求清一色 只有我的政治立场 我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 其他的通通要排除 那么这是反民主的一个做法 而应该是包容多元 尊重多元 然后促进各方面的一个视野 各种视角都能够 这个有他的表现的空间 而不是基于政治的利害关系 而去压制打击不同观点 或者多元化中的某些 特别立场跟角度的媒体 所以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常常是异议者 就持不同意见者 他可能最后被证明他是正确的 这科学发展如此 这个社会发展亿乎如此 这不能强求这个统一或者清一色 应该尊重 而且容许多元化 是 陈先生我在询问您 这个我刚提到这个社会运动 跟其实跟民主化 跟现在有些学者 用这个民粹 民粹影响的方方面面 也就是说原来您提到的 在您的回忆里面 您这么 这个经历这么深的在新闻界里面 您提到了这个威权体制之下 小蒋最后末期 反而是比较专业化的 那在李登辉的话 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那您提的这个可以说是蛮全面 而且深刻的 那因为民主政治的发展 民粹的这个因素引进来了 所以现在在新闻媒体里面 不仅是政治化 而且加上民粹化 然后还有商业化 加上这个利益的考量 这两重的力量的压缩 跟这个互相的作用 而偏偏又有市场 媒体作为媒体老板 他需要生存 他需要这个妥协 他需要赚钱 他也不能够一直赔钱 所以在政治力量 又有办法可以挺住一个媒体 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重来的话 您要做出怎么样的建议 因为现在好像这个结构 已经慢慢固化 而且越来越 好像怎么讲 往一个没有办法 就是no turning back 没有回头之路 他这个专业化又不断的 因为刚刚的这个 我讲的政治化商业化 又不断的下降 那如果能够回去的话 您觉得应该要做 怎么样的设计或预防 这大时代的发展 是吞落媒体的这个专业性 吞没 吞没媒体专业性 今天全世界的媒体 都是逐渐的这个专业理想 这个越来越少 而这个趋不于现在的社会形态 这样的一个专业沦落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传统媒体今天已经大部分都无法 活得很好 甚至无法生存 这个报纸 这个是这个 在全世界一乎如此 它是一个新闻专业理想 实践一个最重要的堡垒 但这个堡垒已经 被网络时代的一些 媒体的消费 经营 这种种不利的因素 侵蚀掉了 所以这个堡垒被攻破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整个新闻专业理想 没办法有一个依附的一个空间 然后你想电视 今天的电视 这个我们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也是这个党派性越来越强 因为它去认同一个党派立场 这个比较能够有固定的观众 有基本的群众 像这个美国服饰电视 它是极端的保守 然后新闻当然比较是自由化 那么这个保守的媒体 它专业素质 未必更好 但是它的极端 它的极化 是更鲜明 它反而能够激起观众收看的热情 能够巩固 它的一个基本盘 反而让它活得比较好 那么今天报纸 电视 网络媒体 都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压力 那么这个就是新闻专业实践 就遭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跟伤害 那么尤其现在这个我们讲 全球这个政治高度的民粹化 所谓民粹跟民主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 它就是单一立场来善情 唯一的正确 而且是代表人民 它是人民的化身 这是民粹 那么今天媒体的这个消费 媒体选择跟消费 越来越被民粹的因素所主用 那么特别是今天网络媒体 它的一个特质 就是制作内容的和传播这个讯息的 往往跟它的这个朋友圈结合在一起 朋友圈就是同质性传播 这个同类传播 那么就是这个选择有利于符合我的观点的 这个讯息传播出去 不断的强化增强理员的立场 那么这个就是更加的民粹化了 更加的这个 只有我唯一正确 其他的通通是错误的 我唯一是人民的一个 最杰出 最这个 应该得到尊重 应该得到肯定的一群人 那么这就是民粹的一个发展 那今天美国 川普 以及现在的一些共和党人 他就是一个这种极端的表现 那么这个就是民主的一个悲哀 也是一个媒体助长 助长这个政治极端化 民粹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像川普 他这个被网络媒体 交社交平台封锁之后 他就搞了一个什么 Choose Social Choose Social 这Choose Social 是政治人物 他用单一的政治立场 政治观点去经营一个社群媒体 然后呢 造成一个全面性的洗脑 他物以类聚 立场 极端化 这个就是对民主的一个破坏和伤害 所以政治人物不应该去经营媒体 尤其今天政治对立严重的情况之下 政治 无论是政党或政府或政客 都不应该去经营媒体 因为他会用利用媒体来操控民意 而且是塑造 极端化的一个政治立场 极端的这个 单一 单一立场 去认知世界 社会的一个群种 这个对于民主的发展 或对社会 不同立场 和意见 立场 观点在那里相处 产生一个 破坏性的一个因素 这个是全世界的共同现象 也应该是我们共同去反对 去抵抗 去纠正的一个现象 是 陈先生 在最后的这个 专访里面 我想您对于 两岸三地 包括您当总编辑的时候 也非常关注 中国大陆的发展 也关心香港的这个未来 那您可不可以在利用最后的时间 您谈一谈 您对中国大陆 对于香港 对于台湾 新闻发展方向的这个期许 这个如果我们把台湾香港 大陆 或者将澳门 看成一个华人社会的一个 四大 四个这个实体 我们认为就是说 今天世界已经是一个 往一个这个 新时代在发展 这个新时代就是 旧有的这种 强权的结构 已经发生了变化 今天东升西降也好 或者是单一霸权 削弱也好 这都是这过去三四百年 一个世界强权结构的一个改变 那么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 我们说指名 我们对这样一个发展 是应该抱持一个 迎接 这个乐观期待的一个观点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 过去数百年来 强权霸凌 塑造 强权的这个 世界秩序的一个 造成的一个 伤害 和损害 不公平 不正义 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 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借尽 也就是民族 国家之间 要能够交流 合作 沟通 所谓共同命运体 而基础的共同命运体 你应该以开放的态度 以包容的态度 以平等的立场 去对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 而不能够狭隘的 单一的 或者自我 存在强烈优越感 把这样的一个立场 跟观点去看待 或者去处理国际的关系 那今天中国大陆 它是一个华人社会的主体 那么它当然 在民族复兴的过程里头 它是应该是有光荣感 或者是它有强烈的 这种 这个追求的使命感 但是呢 民族主义过度的膨胀 反而会造成国与国 和民族之间的冲突 更容易造成自己的窄化 事业的窄化 和这个排外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 非常严重的就是民族主义的过度发展 而造成了自我膨胀 而对于其他的文明 其他国家的敌视 或者是一种 这个 也产生了一种霸权思想 这个霸权思想就是要 这个改变世界秩序 塑造出于己有力 或于己这个 这个的一个立场的符合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秩序 那么这也是不好 那么这也是霸权被这个打破之后 一个新霸权的产生 那么这也是对世界是不好的 而另外呢 自由民主的理想 是有它的普世价值 你不能够因为制度的不同 造成的这种 各种优点作点的呈现 不一样 你就否定自由民主 它是一个普世价值 即使民主制度 我们可以有不同 但是你不能说 我的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 你的民主是假民主 那可能别人的民主是 有很多很多地方 你连做都没有做到的 所以你不能够自我优越感 去把自己的认为是唯一正确的 别人都是不通的 是错误的 是应该被扬弃 这样的一个思维 是一种过度的 这个自我 这个标榜 自我的自信 而且把自己的价值理念 凌驾在其他的价值体系之上 那么这个是 不够这个尊重 人类文明的一个表现 所以今天我们讲 华人社会的不须 我们是乐观其成 而且我们继续努力 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度的 横胀民族主义 我们也不能去压抑自由民主 法治的一个思想 那香港跟台湾呢 您的期许 香港啊 这个跟台湾 我们进一步来讲的话 那么香港今天 这个的一个发展的局面 可以说是这个 为了这个确立 它的一个 服从于 一国 而对于所谓的两制 有相当程度的压制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 所谓内地 所谓中央在香港搞的政治呢 就是清一色 爱国者自敢 然后又非常严苛的标准 去筛检 谁可以参与政治 以及去筛检言论 那么这个对香港的 信用民主发展是不利的 当然香港在过程里头 过度暴力 失控的问题 香港人要承担责任 但是他所追求理想 目标 应该是这个 不能否定的 所以今天 我们就说 如果他是 重新掌控 香港的政治秩序 他必须用国安法 什么爱国人治港 做一些这个规范 那么这个 对于一个 中共 他的一个 全面管制香港 他有他的必要性 但是呢 过度的极端化 所谓 这个我们讲 这个 你左勿右 那么这个就是 让香港政治 被窒息掉 香港的自由民主 没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当然 这个香港的金融 他的经济 是他的命脉 不能够让 这个政治的骚乱 破坏了这样的一个 他生存的 发展的一个 最重要的凭借 所以我们香港 希望能够在 社会政治 秩序良好的情况之下 经济不断的增长 然后政治不断的松绑 这是香港 未来应该走的道路 而不是 为了保障 香港 经济的一个 繁荣 发展 而用过度的政治力 去 压迫 所谓自主 港人自治 这样的一个呼声 那么至于台湾呢 全面执政的民进党 已经现在 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 这八年来是台湾 民主没有成长 把它倒退 最具体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今天所谓 武权宪法 下面的 这个各种 权力机关 这就是宪政机关 从立法院到司法院 到监察院 都被民进党 全面的掌控 它的一个 宪政功能发挥 受到压抑 政府里头 独立机关 像选举委员会 这个通讯传播委员会 这些独立机关 它的职能 也是变成一个政党化 它的专业 它的一个超越党派的 一个理想和精神 都受到压制 而今天全社会 各种这个 所谓公民社会 也是被一个 政治的一个 操控的力量 去这个扭曲 去压制 那么这个对于 这个社会品系 来支撑民主发展 造成一个 鼓励的影响 特别是我们看到 今天谈了很多 就是媒体 不能够多元化的 不能够充分的实践 它的自主和专业 这样的问题 对民主的发展 是不利的 那么这也是 民进党今天 在全面执政之后 他所造成的 一个负面的效果 所以我们认为台湾 应该 还是将来政党轮替 不能够一党长期执政 我觉得的话 民主就向后倒退 是今天非常非常 谢谢陈国祥先生 为我们深入浅出的 介绍了台湾 这个过去 可以说是30多年来 甚至快40年来 这个政治环境 跟新闻环境的 这个大的变局 那另外呢 这个我在最后 也想要补充 就是这个社会的凝聚力 跟这个一个 一个政府 他希望的是带动 这个整体的社会 不断的往前发展 那需要的 真的是 有一些凝聚的功能在 尤其我跟这个 陈学长也是 都是政大新闻系毕业 强调社会责任 其实我在新加坡 也感受到 这个社会的凝聚力 跟新闻媒体 是非常非常的 有关系的 但是怎么样 在有强调凝聚力 不断的追求社会的 这个进步的同时 也不要忽略了多元化 因为如果太单一的话 而且就不能够呈现出来 因为这世界 就是多彩多姿的 没有办法用单调 来呈现一个世界的 本来面目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今天非常非常的 谢谢资深媒体人 专栏作家 陈国祥先生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 谢谢 好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观众 谢谢您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